3月4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分组会议 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董建华出席会议并表示 中国曾经历多年困难 今日拥有出色的成绩和光明的未来 全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且有策略的、政策的、时间表的、团队的 来执行这些大方向的改革 多年以来,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就有这样的成就 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还有对前途有一个非常清澈的大方向 经过这样多年的困难 我们有今天的地位 而且看到一个非常光明的明天 我们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国家人员 也滴滴确确 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 这个成就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比今天这样的成果的 董建华指出 现今香港社会中 很多老百姓对内地不够了解 不知道祖国的发展形势 希望政协委员们能加强宣传 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国家 从而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到祖国的发展浪潮中 我希望你们大家回去了以后 一开头的时候可以就是在亲切朋友同学 都要多讲这个事情 越多讲越好 越多讲越好 香港现在很多老百姓对内地不认识 基本上这个其中最重要的道理 就是孩子总是觉得有些更危在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努力 你们都是社会的精英 多说 好好的去说 比较谦虚的 好好的去说 让大家开始真正见经的了解 现在国家的形势怎么样 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一方面不但可以有些骄傲 还有一方面就是 促进香港同内地的融合 我们香港要参与在国家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充分了解自己的国家 可以怎么样 谢谢